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去往青海的路上 这里是纳曲八清县的贡日乡 这里距离玉树杂多县还有125公里 昨天晚上就停车在这里休息了一晚上 这里现在的海拔是4700多 这是一条到玉树的小众路线 走这条路要比昌都类乌齐到青海玉树 节约300多公里 这里是贡日乡主要的一条街道 这里也是进入青海 离开西藏的最后一个乡镇 这里的夜晚可真的是不太平 昨天晚上我就在这里体验了一把熊树墨 从街道上随处可见的狗和居民房的大忙 就可以知道每当入夜时风 这里是野兽的乐园 这种铁蒙上焊着这种稻刺 就是为了防熊的 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录的一段视频 哇那边的狗叫得很疯狂 这里的夜晚不太平 现在是晚上的12点半 虽然多天晚上我没有拍到熊 但据当地聪明说 这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熊的光顾 熊就是从对面山上面下来的 到这个地方来更多的时候是来觅食 像这个饭店这就经常有熊树墨 这边还有个烧烤店 他们会来找吃的 当地人说乡政府大院里面的那个垃圾桶 也是熊打卡的地方 几乎每家的门口都放的这种 稻刺的这种铁门 昨天晚上我跟这一户人家聊了一下 他说他们家如果要出远门的话 比如说出去两三天 都会把这个稻刺的铁门锁上 这个铁门上的这个刺还是很扎手 如果熊想闯入 这个铁刺会扎腾它的熊掌 这里街上的流浪狗很多 铁子 铁子只有白天在休息 晚上就跟熊干架 铁子你走了吗 铁子你不休息了 这个狗兄弟 现在又蹬在我的车旁边在乘凉 晚上这里来熊的话 他就会狂叫 现在咱们就走了 今天再往前走几十公里呢 就离开西藏了 进入青海的下去了 这里也是一条朝圣路 很多青海的人走这条路 朝圣拉萨 刚刚走过检查站 那个是共日检查站 是出西藏的最后一个检查站了 再往前走就到青海了 看看这边的植被葱绿 今天天空非常的蓝 五只小可爱 高原精灵 藏原灵 很多人分不清楚藏林阳和藏原灵的区别 藏原灵的屁股上面是有一个新型的图案 他们两个同被誉为高原精灵 这段路因为车少 这些小家伙们都跑到路中间来了 没想到快出西藏的时候 遇到了藏原灵 在阿里地区 我是一只藏原灵都没有看到 今天真的很幸运啊 这里的风景不错 这条河水叫汲取 马上就要出西藏了 今天此时此刻 就要离开西藏了 现在我走的这段路没有戒牌 就是以这座桥而划风 桥的那边就属于青海 并且过了桥之后 一路的土路 现在我距离杂多县还有87公里 这里已经属于青海的辖区了 这一刻就进入了青海 往前走的这几十公里 全是土路 会很难走 这个路是真的很厉害 炮弹路加脱一板 看看这个风景 还是挺美的 我觉得以后这段路要是铺好之后 这是一条不错的近藏路线 蓝天白涌 青山绿水 旁边一直有一条河 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 美中不足的就是 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信号 现在我还走在这个土路上 看看路边这么大的石头 石头上面刻着这个六姿真言 特别壮观 从最开始走到土路上 到现在为止 手机全程没有信号 我现在也不清楚 距离杂多县还有多少公里 只能就继续往前走了 你们从玉树过来 就这一段路 大概还有三十多公里吧 还有三十多公里 你们就可以走出这个土路了 对 蹲那个路之后就很平了 你们慢一点 好再见 再见 他们是朝圣的 BBQ了 龙胎扎到螺丝了 龙胎破了 没想到这烂路走的 把龙胎给扎破了 这辆车到现在 跑了一万多公里 首次扎胎 换备胎吧 这个是换下来的龙胎 扎了这么大的一颗螺丝 太热了 换好了 总算是 接着出发 太不容易了 这段路走的 还扎破了一个龙胎 现在我距离杂多县 还有三十二公里 这个土路走到前面 那个风刹路那里 就是油路了 太不容易了 真的不容易 车上面都是灰尘 风尘普普的 现在到了杂多县 那边就是杂多县城 我计划未来的两天时间 现在杂多县城修整一下 送便去把我今天破了的 那个龙胎补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要拍照 就是这里的 小鲜 动作 朋友们 可以 没有 非常好 不要 我